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考古队案件结束之后 我们原打算马上打到回府的 却收到了孙老虎打来的一通电话 还让我们全员去一趟抚风 王源潮在那里等我们 一听到这个地名 我立马联想到景王爷 便问 孙老虎 是不是景王爷还有什么余档啊 孙老虎用严肃的口吻说 的确和他有关 具体情况我在电话中也不方便透露 你们两天内感到抚风 我给你们偷个敌案 这一次可能是一种大案子 挂了电话 我把景王告诉大家 黄小桃骂道 败族之宠死而不将啊 这老妖怪真是阴魂不散 孙宾心说 他该不会是复活了吧 我笑的 神都炸成灰了 怎么可能呢 可能是残党余孽 我们走一趟就是 虽说孙老虎没有权力调动特案组 但是与江北残刀有关的事情 我们自然是责无旁贷 舍我其谁 原本我们打算回到南疆市的 机票都订好了 黄小桃只好把机票退了 另外订了几张火车票 因为走得急 动车票都已经没了 我好多年都没坐绿皮火车了 当天下午我们来到云岭市火车站 和每次出远门一样 带刀的宋星辰和带枪的黄小桃 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黄小桃出示一下证件 立即放行 这时候一个脸庞漆黑的男人 突然朝我走了过来 宋星辰警觉地挡在我的面前 低声威胁说 想干什么 那人突然笑了 宋大神探 果然是你啊 你的手怎么了 光荣抚伤了吗 我有些懵 问他 您是 原来这人呢 是凉川连环杀人案里 某位当事人的金属 是一个走南闯北的商贩 在这里见到我 哪叫一个激动 跟粉丝见了明星一样 非要请我全员去吃一顿 我好不容易才摆脱他的 临走前塞了一张名片给我 他的名字叫毛耿迟 我感到一阵尴尬 黄小桃笑道 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在后车室坐了一会儿 我们上了一节绿皮火车 因为全程只有四个小时 黄小桃买的是硬座 我们刚进车厢 就看见一个黑莲大汉 正在吃方便面 我顿时感觉头皮发麻 车厢狭窄 我想逃已经逃不掉了 毛耿直起初望外的叫道 哎呀 这也太荣幸了 没想到 竟然和宋大神探 做一节车厢了 来 我这里有火腿掌和瓜子 你们要吃随便拿 我笑声说 大叔啊 你不要随便泄露我的身份好吧 你们这是要去办案子去啊 好好好 我不说就是了 送到神探 你玩扑克牌吗 我翻了一下白眼 黄小桃和孙冰心 没良心的笑了 我预感到 这趟行程会有无比的煎恼 开车之后 这个自来说的大叔 一直在喋喋不休 为了躲个清景 跑到车厢接缝处站了一会儿 恰巧两个男人站在那里 一个男人四十多岁 颈部露出一大片花花绿绿的纹身 玩儿打进链子 右眼带着眼罩 似乎是独眼龙 另外一个人二十多岁 感觉流里流气的 穿着一件花衬衫 手臂上纹着老虎 好像是有多动症似的 在动个不停 两人一边抽烟 一边说话 虽然声音不高 却瞒不了我的耳朵 花衬衫笑笑说 龙哥 有城景盯上我了 刚才非要检查我行李 独眼龙说 别他妈给我添乱啊 赶紧往后面走 遇上城景 就钻进厕所里 要是坏了事情 我废了你 我心说 你们两位的尊容 曾经能不起疑吗 见我过来 两人同时不说话了 各自朝相反方向走开 错身而过的时候 花衬衫撞了我一下 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只是淡淡一笑 凭我的直觉 这俩应该不是什么好人 但现在我可没工夫去管 不一会儿 孙边兴跑来找我 笑嘻嘻地说 宋阳哥哥 你不知道我车厢里有多热闹啊 那个大叔啊 跟叔叔一样 在讲你的光辉事迹呢 我操 你们不拦着点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 拦了 拦不住啊 可能坐车太无聊了 很多旅客都想听啊 孙边兴解释着 我真想吐息啊 就问他 他得瞎说一些什么呀 说你探案多神啊 不用解剖 那眼睛一扫一眼 就能说出死者的身份 死了多久 怎么死的 破案怎么怎么神速 不过 没有具体透露是哪桩案件 我一阵郁闷 赶紧下车吧 我受不了了 孙边兴指着外面 哇 你瞧 好壮观的黄土高原啊 十分钟之后 车突然猛的一杀 黄小桃撞走我怀里了 列车停在前部招村 后部招店的地方 旅客们纷纷向外张望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过多久 车内广播响起 说前方隧道出现土石塌方 正在联系铁道部门清理 可能要停留两三个小时 孙边兴诧异的张张嘴 这下好了 又要多等几个钟头 宋阳哥哥 你说这辆车上会出案子吗 我笑吗 乌鸦嘴 火车上人员这么稠密 哪来的案子呀 孙边兴问 我们回去吗 我不是太想回去 摆摆手就说 去餐车坐一会吧 我们来到餐车里 要了一份水果拼盘 和两杯饮料 火车上食物味道 实在是一般 我们吃着东西 先聊了一阵子 停止的火车和窗外 静止的风景 让车上人都是很是焦躁 这时候几个城景突然经过 脸色凝重 往后车相走 我从通道里看见 乘客们交头接耳 好像出了什么事情 黄小桃打来电话 问他 你们跑哪去了 我回答 在餐车休息呢 出案子了 过来一趟 黄小桃语气有些交集 我大感震惊 不是吧 我和孙斌兴火速赶回去 来到两节车厢接缝处 只见大批城景聚在这里 周围围了一堆的旅客 黄小桃亮出证件 安慰大家说 请大家都坐回原位 不要随便走动 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处理 我问发生什么了 黄小桃带我来到 卫生间的前面 我立即闻到一股血腥味 胆见 狭窄卫生间里坐了一个人 正是刚刚撞到 我肩膀的花晨衫 她坐在便池上面 翻着两眼 腹部被鲜红的血液 染红了大片 一个被吓哭的妇女称 她刚着急上厕所 这个花晨衫抢线一步冲进去 因为其他左右车厢卫生间都满了 她只好在外面等 左等右等不见人出来 从门缝闻到一股血腥味 就拉住一名路过的城景 让她瞅瞅咋回事 城景用钥匙打开门 就看见与我刚才看到的完全相同的意义 在我们赶来之前 没有人动过尸体 我不可思议地往里面瞅了一眼 为那名妇女 你全程都盯着这扇门吗 妇女点头 警察同志 俺可以对天发誓 会是等这小子出来啊 眼睛一直都没离开过 空气中有一股尿骚味 妇女脚边有一滩黄黄的液体 想必是看见尸体的一瞬间 被吓到尸尽了 量还不少 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 这竟然是一桩密室杀人案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无机更新 尽快完结 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